所以 医学诊疗之实践 辨明症状之体伤位置 是决定按推与热源治疗原则的诊断方法 此及病症属他处体伤者 应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 以改善他处体伤为主 通过保健之外热源温敷原始痛点 以改善热能不足为辅 好 这里又有一个大家要关注 这里直接写出来 就是医学诊疗的实践 因为不外是怎么样 变体伤位置 因为我们要解决的不外就是怎么样 他处跟患处 没有其他的 除了他就是患处 不是你就是我 就是有这种概念 好 那这样的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先变出来 你才知道怎么来使用按推跟热源 好 那我们第一个先假设 按推如果有效了 我们是属他处体伤了 那这时候应该以什么为主 按推为主 因为是解决体伤为主 因为他按推就能改善 表示他热能怎么样 还不够严重 所以你光按推就可以立刻缓解 好 那这时候就应该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对不对 以解决病症嘛 以改善他处体伤解决病症 那这里是减血 以改善他处体伤为主 那下面这一句 重点就在下面这一句 通过保健 知外热源温敷原始痛点 以改善热能不足为辅 我为什么不写 通过外内热源为辅 这样不是就简单了吗 通过外内热源温敷原始痛点 以改善热能不足为辅 这样就解决了 不是吗 我以前都是这样写 我们不是每个人来 都是一针二灸三用药吗 都是来按推 温敷 喝姜汤吗 这不都是我们的 不管任何人来 我们代客之道 一律平等嘛 但这里又出了上面的问题了 因为它既然是以体伤为主 那就应该既然你说是 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 那以热源为辅 你干嘛要叫它 也要内热源 喝姜汤 因为姜汤喝进去 它是怎么样 全身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再来间接修复体伤 他处体伤的 那这个要多久才能修复啊 这个味道就有一点 它是全身境就有一点 你膝盖痛 你连怎么样 头部也温敷 背部也温敷 的道理 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 既然以体伤为主 我们如果说膝盖痛 我们直接应该温敷哪里 屁股 温敷膝盖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 绝对不是本班的 温敷哪里啊 屁股 膝盖要不要温敷 我很久就讲过了 他处体伤怎么能温敷 膝盖呢 哪里痛温敷哪里呢 对吧 好 那既然不能温敷膝盖 那你怎么能喝姜汤呢 姜汤是全面性的啊 所以哦 我想到这里来 你不要看我只改一个字 外内热源去掉内 我这一去 就把整个原始点怎么样 完全凸显出来 这才是真正的原始点 因为我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 只是以前写字啊 不懂得要思考字的含义啊 就直接忽略吞枣的 就把它写出来了 那你们也就每个来都 啊 不管轻重症 来吧 喝姜汤 温敷 按推 就是每个都这样的诚细 从来也没有人怀疑过 我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要 是不是应该要深入一下 患处跟他处 是不是有不同的做法 所以这就是我上一次 在开你们的会的时候 我听你们讲 哎呀 每个来都要 涂姜粉你什么 好像很麻烦 我觉得这个不对 我也一直隐约着觉得 一定要告诉各位 好好来跟各位分享 不是这样子的 原始点这样做 那跟按推有什么 那个外面的按摩 有什么两样 你来 你一个膝盖痛 你从头抓到底 那一个膝盖痛 你来 你却叫他喝姜汤 然后全身温敷 这是不是原始点 绝非原始点 所以既然是体伤为主 我们强调的是 温敷在体伤的位置 对不对 那这时候的内热源 能不能用 能不能用 可以用 在我的看法 如果严谨的医学 是怎么样 这个不是重点 也就是不该用 因为你 如果我举一个例子 我一个直头痛 你来也要喝姜汤吗 体力壮得很 比你还壮 应该喝的是你 你还叫人家喝姜汤 对不对 然后你来 只是把它揉一揉就好了 你干嘛叫他喝姜汤 这完全没道理的 简单的讲 从治病的角度 如果你这样说 也没有错 那这样 如果原始点 可以这样理解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指头痛 你也可以全身按摩 也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全身按摩很舒服啊 为什么不可以 那同样的 你每个来 都是喝姜汤 那这样跟按摩的 全身有什么良样 我这样解释 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刚刚就说 可不可以 对不对 我是这样问你们 你们说 你们现在说不可以 所以 如果在用词前置 是可不可以 如果我这样用的时候 你们认为应该是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是这样用的 医学就是原医学 医学就是严谨的 怎么能这样用 所以如果是他处体 像按了有效 你不用叫他喝姜汤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变 要不然原始点为什么要变阴 变阴完全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去掉这个是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包括我前面的去掉 可以修复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那个去掉 是必然要去的 不得不去的 那个写的是累赘 而且是错误的 会让你们完全 没有所遵循的标准的法 所以到这里 以后你们已经知道 如果是属他处体伤的话 你们要怎么解决 按推 再来怎么样 局部温敷 而不是大面积的温敷 也是光温敷就这样 好 那你们也许后面会讲到 但是我先提前 比如说症也有分 轻症跟重症 对不对 轻症 轻偏重 重偏轻 重症 到重病 对吧 重病毫无疑问 就是患处体伤的问题 那如果症 它还有分到重症的话 那这时候 到重症 能不能喝姜汤 可不可以 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我先考各位 把后面的问题拿来考 好 不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把它明确了 也就是我不在这里 让大家以及 随自己的经验 这里没有经验谈 我说以后原始点是 每一个来都是怎么样 一流的 大家的规范都是标准一致的 这才是医学嘛 对吧 好 所以我先 就是因为你们也 熏悉这么久 这个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认为是严肃 但也是考程度 你们老是没有考出 这种题目来 好 我现在就考你们 这个题目 所以我说 到重症的时候 能不能喝姜汤 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调查 不可以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只有一个 哎呀 难怪我会这么孤独 答案是怎么样 你们清楚了吧 不可以 既然是以体伤为主 重症 还是不可以 理由很简单 因为重病跟重症 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体力虚弱 一个是严重热能不足 一个热能没有关系 它体力还不错 只是可能多处而已 了解吗 但是它体力好的还不错 所以才不会被列入重病 对不对 是 一定是这样啊 多处嘛 时间发长久嘛 就像我 以前常常放的那个 亚特兰大17岁的小孩 还记得吧 皮肤痒 有看过的举手 我看一下 怎么那么少呢 以后那个案例都要多看啊 那个就是中症 那个要不要喝姜汤 在我的看法 不用 虽然它是多处的 但很显然 它一定有痒在哪里 如果是前身 那我前身温敷也可以解决 还不到达 一定要用内热源 因为它体力不错啊 你为什么要改善它的体质 了解吗 我现在是要解决它的体伤为主 那体伤 它体伤哪里有体伤 我直接温敷哪里就对了 好 即便重症 我的温敷方法也可以改变 因为我们现在的 外热源的改良 已经很明显了 比如说 它处体伤 你的温敷 红豆袋也可以 软贴也可以 远红外线也可以 涂姜粉也可以 对吧 但是 任何都可以 我也不再要求 但是 我认为 还不用到姜粉 直接涂 它处体伤 如果轻微的话 不需要 但是到重的时候 我就会要求 因为它要怎么样 直达体伤 位置 然后直接进去 但还要不要 靠内热源 还不需要 只要你把热源 改为姜 然后直接把它 再加上我们几道程序 电热吹风机 有没有 然后涂姜粉泥 局部的涂 如果大面积 没关系 你就这样 然后涂完来回 按推 几次 三遍 你们都记得起来了 按推完之后 一定要怎么样 加一道什么 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 保鲜膜包起来 它还不够热 再怎么样 红豆袋或软贴 直接再透进去 那这样它不会好 如果它热能不是那么差 光这样的外热源 直透进去 你还要内热源吗 不需要 是以前我们这些 细腻的做法 没有怎么样 做出来 所以反正 我们就是怎么样 以后患者来 反正我们 多射几个键 一定会中标法的 就是有这种味道 但是 以医学的角度就是 我们就是要 快 很准 一定很精准的 而不是乱射飞标的 然后心里是有一个怎么样 有一个想法的 而且那个想法是 很坚定的 有画面 那很简单 到重症的时候 要不要内热源 不用 你看我们的法 已经上次外热源 教你们到这种程度 你们还依赖内热源做什么 非得内热源不可吗 了解吧 所以我们以后患者来服务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程序能不能简化 绝对可以简化 你这样一路变 到了变轻重症 轻症的根本不用 连那个有时候 姜都难得拿出来 都有可能 是吧 到了重症的时候 我们才考虑用姜 那到了重病的时候 就要内热源 一起来了 才有内热源的考量 所以它是严谨的 所以你看 我们第一条 上面一页的时候 我说这里 就是为什么保健 资外热源 直接这样填 那我在变病症轻重好坏的时候 有讲 如果到轻重症 它是以什么为主 体伤为主 有没有 所以热人还不是那么严重 那既然不严重 你干嘛一定要 把我们的内热源也拿出来用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可不可以用 你们这样反复思维 好 或属他处 或属患处 但他的体力还没虚弱的时候 要不要 要不要内热源来内外夹击 有没有必要 也就是只要遇到敌人 反正我们入海空 三军都一起去打 哪怕只有一个敌人 管他是狠角色 还是弱角色 我们就这样 绝对万无一失 我们需要这样吗 不需要 所以谈到这里来 其实从我刚刚已经讲到这里来的时候 已经把原始点的医学规范的怎么样 非常清楚 而且怎么样 很严谨 医学就是这样 到了什么程度 做什么事 我们刚刚相交 还认识不深 不要谈太深入的话 但是如果已经交深了 就无所不谈 对吧 同样的用药也是一样 那个病还是很浅的话 就不需要那么深入的用 但到了他真的已经认识他很深 那个病已经深入到里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 再跟他用深一点 来跟他相交 应该是这样 所以做人做事 我说原始点 其实跟做人的道理 其实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两样 你该用到什么程度 就表达出什么来 但是绝对不是 我们说 要或不要在这里争讨 没有 他一定有他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要不要设下来 不是我来设 而是观察所有症状之后 你很容易就可以设出来 要不然就不要分 重症或重病 那就不用分了嘛 那所有来都以重病来对待 那不是任何人都 借大欢喜吗 但是你会做得怎么样 很辛苦 然后跟外面的按摩宴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医学 今天把医学搞成按摩宴 我就觉得 有一点对不起自己了 所以这个 要不要严格 要 一定要 要不然变医是没有意义的 也就是他如果体力好 我在重病处理的时候 已经有讲 如果他病情已好 以后要不要再喝龙姜汤 不用 如果要保养的时候 淡姜汤就好了 或是淡姜生汤也可以 有没有 我就是在提这个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怕你们 好 那我们就不要再强调姜了 也不对 如果这样就又走偏了 你什么都不要 你去喝茶 喝咖啡 那我不是死定了吗 我本来是要说 让你们放下 结果你们一放下 结果是放纵了 跟我的想法会怎么样 出入 这个是不对 所以我们对外还是说 你回去要保养 还是可以喝一点淡姜汤 但不用喝那么浓 保养就是这样 但不是又走到一个极端去了 说我们治病是这样 所以就不要内热源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又怕你们延伸到另外一层含义去了 好 这里没有问题了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好 这一段 你们如果细细在玩味的话 跟上一段 差别在哪里 这里很简单嘛 你看通过保健按推患处 为什么是保健 因为患处能不能解决症状 能不能解决 不行 它一定是在配合热源下 才有效的 不像他处体伤按推原始痛点 它不需要在热源的 又应用下 然后配合它才有效的 它不是 它直接按就怎么样 直接有效 所以它可以达到医疗治病的功效 但患处不可能 患处一定要靠身体来修复 那按推的目标 就是按了 让局部的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来帮助怎么样 吸收那个热源 如果没有热源 你光按推 它不能成立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它能不能称为医疗 当然不行 所以我仔细思维 这个很显然 这个不是医疗 所以按推他处体伤 找大开关是医疗 但是哪里痛 按哪里不算医疗 要不然外面乡下人 随便抓 一抓不是他处 就是患处 都是医疗 那这个医学不是就毁了吗 对吧 我这样讲你们听懂吗 懂吗 好 重点还不在这里 重点应该是 这里是患处体伤 前面是他处体伤 所以他处体伤 它以热源为辅 它是怎么写的 以外热源温敷原始痛点 有没有 外热源 但是这里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是内外热源 这是第一点不一样 然后它更直接讲 因为这里患处体伤 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 所以它直接讲 主要是以什么 姜粉 姜粉 姜粉泥姜汤 而不再说外热源 泛泛的 外热源意思是 外热源很多 红豆袋 软贴 远红外线 爱灸 什么一大堆 但这些都没有直接 什么最直接 姜粉 所以你只要患处体伤 要局部深入的时候 而且又要重用热源 才能修复的时候 你就是用姜 这个武器就拿出来 所以这里毫不考虑的 只要拿出姜来 这个大部分已经升级到 有可能是怎么样 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病 但我还不敢确定 是重病 但只要又有内热源出现的话 那这个就不用怀疑了 这个肯定是什么 已经比较严重了 患处体伤病 患处体伤很简单嘛 只有两个 比较容易得的 患处体伤是 一个就是病症体力虚弱 对吧 一个就是怎么样 局部的怎么样 组织受损 那你都还是要直接 内热也用姜啊 比如说组织受损 你要不要涂姜粉泥 皮肤病要不要 伤口要不要 要姜粉跟姜粉泥应用啊 所以这个不是 其他的热源能取代的 对不对 壮是不是这样 症的体力虚弱也是一样啊 人很虚弱 比如说附水啊 那个人已经很虚了 你还可以用红豆袋 就能赢吗 赢这一场吗 这个是功课不下来的 所以原始点 我说这半年 尤其这半年 我觉得很多重病 我们是应该 这个山头已经功课了 像之前 比较大家担心的 比如说 像附水 附水很难治啊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做法 只要照我这样写 大家这样应用 能不能做出来 绝对可以 而且好的人 已经慢慢 我收到的案例都有了 就是这样做 没有其他 这一套 我现在跟你们讲的 是绝对是最快 你们可能要摸索 很久 还不一定能体悟 但是我是这样 自己亲身 也这样自己搓揉 然后还有一些案例 种种 慢慢研发 我发现 就是唯一答案 好 那这里你看 它在写的时候 它是以怎么样 主要是以姜粉 姜粉 你患处体香是这样 外内热源 这个一定是用在患处体香 才这样写 那如果是他处体香 能不能写外内热源 就不一样了 我说 你只要看词句 你马上就要心里有警觉了 这个来者不散 所以我应该要用外内热源 所以以后你们在辩证的时候 你们该用外内热源 或该用外热源 这样应该很容易遵守 你心里怎么样 就可以判断了 哪需要人家教的 不需要的 我觉得原始点 没有哪一个特别厉害的 在我眼中 因为这一套法 叫做平等法 你只要愿意去做 愿意付出 然后愿意照这样书本做 自然就可以做出来 那你这样子的话 姜粉你只用在幻处体香 那原始痛点的地方 不需要读了吗 原始痛点当然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把 我就是知道你们会问 轻症的话不需要 到了慢慢重症的时候 光温敷还进不去的时候 我相信你们就开始想吃了 这时候还不行 再把我们的外热源用到极致 就是怎么样 就是用这个 这个如果写外热源 外热源有没有包括姜粉 姜粉泥 有没有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这个也是包括外热源 外热源你们好好去读 外热源也有姜粉泥 内热源也有 它是重复写的 但是这个有一层含义 我是外用的 我外用 也就是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又为了直达体伤位置 有没有 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之前很多做不出来 就是很多的热源 是没办法直接透进去的 那为什么要让它透进去 因为到深层的时候 你不透进去 再表层就好像按推 再按推表层 戳死了它还是没感受 我们失败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要用电热吹风机 然后要配合按推 然后还要来回两次 然后还要用保鲜膜 就是让热源怎么样 层层透进去 连往外喷都不响 然后这样还不够 我在外面的热源再加进去 然后让它的热怎么样 更加深入 那你看 这样还有什么体伤不能解决的 所以做到这里来 其实如果你们已经了解原始点的 其实光 那个按推还有姜粉的外用 姜粉泥的外用 就已经能够解决什么 重症的问题了 从轻症到重症 还用不上怎么样 要拿姜汤来喝 到这个时刻还不到 我讲的都是很笃定的 而且我讲的绝对不是用我的 想法 而是观察怎么样 太多的案例 你只要仔细把这些案例 仔细一一分析 到最后 确定到重症 顶多还是可以外热源 但是外热源就会变成要怎么样 要有所限制 不是阿萨普鲁的 什么红豆袋 软贴 那个都可以用 不是直接浆粉泥 而且是沉沉的透进去 那这样能不能解决 当然可以解决 你看亚特南大 这个孩子如果现在再来给我 好不好处理 非常容易 我按推就有效了 我再这样沉沉的把它 姜粉泥涂 然后电热吹风机 种种的 该做的全部都做 这个一般一个业内就可以解决 哪要半年 以前半年是因为 这些细腻的做法 没有把它淋漓尽致的 把它发挥出来 所以既然已经发展到这样 你知道吗 我现在在写的那个感受 跟以前的感受 有没有一样 你们现在听我的 也相信跟以前的讲法 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但因为 这些不同感受 来自于谁教我的 患者 我本身也是患者 我自己也是这样 试验过来 我才清楚的 原来 原来你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写法 就到最后是变 所以你们只要以后遇到 外内热源 这个词句一出来 就不要说了 这绝对不是怎么样 轻重症 一定已经怎么样 完整的了 是重病来了 我才要这么客气的 叫他又推 又温敷 还要给他喝姜汤 到重症都还不需要 因为我们已经姜粉泥 外热源还包括姜粉 姜粉泥嘛 我刚刚讲 已经都可以直接透进去了 怎么还要内热源呢 到了内外热源 一定就只有一个答案 患处体伤 然后体力很虚 我们才要考虑 好 我讲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对 但是他要喝可不可以 可以啦 不能说 哎呀 你静止 你回去就可以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可以喝 这个也不对 所以我很担心 我这样讲 因为在变因的角度上 它是严谨的 它到了什么程度 我应该怎么做 就好像一个SOP 到了什么程度 我就应该怎么做 是一定的 但到了这样程度 比如说你多加一点油 多怎么样 那是OK的 那没有问题 不要死手 我说 哎呀 那就不用喝姜汤 你们真的 就严格限制人家 你不准把我喝一口 我们这个是给中 没有这样 人家清正要来喝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说你知道 他喝了 对他的病情也怎么样 没有什么改善 因为我们变因失事 是真的要解决怎么样 疾病 那你说的已经不关疾病了 那个叫做怎么样 保健 也就是他要拿来喝 当保健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我们不能说 那你病好了 也不用保健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 所以我很怕你们 把我的怎么样 断章取悦啊 因为这样的问法 已经有两个啦 都是在问这个 事实上保养跟治病 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变因失事是怎样 很显然 是怎样 诊断跟治疗 它是在治病 所以在谈治病的时候 我就要怎么样 很严谨的 然后怎么判断 怎么来做 那他要再多一点保健 OK的 没有问题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理解的举手 我看一下 原来你们都不说话 就是理解了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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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